我的土地不算 台上台下互动热烈 这场心灵讲座主讲人 就是联电集团荣誉董事长曹新成 理工出身的他 用科学角度研究佛法 分享他的理解心得 我想如果佛陀在世的话 他也会用科学来讲的 他是很合逻辑的 第二个呢 他是很简明的 非常简明的 如果说你一个宗教里面 变得很复杂 然后大家都搞不清楚 那么其实是可惜的 他用逻辑的方式 梳理出佛法的缘起与目的 尽管看起来议题生硬 但现场笑声不断 观众踊跃提问 跟您学佛学是不是有什么关系 还是能不能稍微提示一下 无法是很多的一个原理规矩 你这方面去可以多了解 在了解之后 那么比方说你经常有禅修的功夫 那你比较没有这种贪生吃慢 于这种困扰 看事情能够比较慈悲宽容 那你自然就会比较快乐 学佛离不开科学 从禅修里要学会专注在当下 佛法教你就是说 过去未来跟时间有关的 这种故事 你不要老是在脑袋里面讲 当下活着其实就很快乐了 也就是说 所有的动物 它没有生病 它没有受伤 它应该就是快乐的 台湾科技业的传奇人物 现在多了斜杠身份 分享他接触佛法后 乐于从命地豁达人生观 带新闻黄轩李建宽台北报道